史蒂夫·乔布斯传 艾萨克森作品 乔布斯唯一授权传记 为你讲述苹果帝国缔造者赞誉和争议交织 弥漫着温情和硝烟的一生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补林峰博奖 第29章 苹果零售店 天才八和西耶纳沙石 顾客体验 乔布斯不喜欢失去对任何事情的控制 尤其是关系到顾客体验的事情 但是他面临着一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部分他还没有控制到 那就是在商店里购买苹果产品的体验 BuyShop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计算机行业的销售已经从本地的计算机专卖店 过渡到了大型连锁商店和量饭店 但是在这些地方 大部分店员既不具备苹果产品的基本知识 也没有意愿去为顾客解释产品的独特性能 乔布斯说 所有的销售员都只关心那50美元的销售提成 其他的计算机都很普通 但是苹果计算机有一些创新的功能 价格也更高 他不希望iMac被放在戴尔和康百的旁边 然后不懂行的店员向顾客背送出每台计算机的配置 除非有办法在商店里就把我们的理念传达给顾客 否则我们就完蛋了 1999年中后期 乔布斯开始极其秘密地面试一些能开发苹果零售店的管理人员 其中一个候选人热爱设计 他就像是天生的零售商一般拥有孩童般的热情 罗恩·约翰逊 当时是塔吉特公司负责销售规划的副总裁 主要工作是发布外观独特的新产品 比如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茶壶 约翰逊回忆起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时说 史蒂夫非常容易沟通 他穿着高领衫和破旧的牛仔裤 开门健身地谈起他为什么想要开零售店 他告诉我 如果苹果想要成功 那一定是通过创新取胜 但如果你无法把创新之处传达给顾客 你就无法通过创新取胜 2000年1月 约翰逊来参加第二轮面试 乔布斯建议他们一起出去走走 早上8点半 他们去了斯坦福购物中心 这是一栋向四处伸展的不规则建筑 里面有140家商铺 当时这些商铺都还没开门 于是他们一边在里面上上下下的走来走去 一边讨论着购物中心的布局 大型购物中心相对于其他商店来说 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及某些专卖店成功的原因 他们一直走走谈谈到上午10点 商铺纷纷开门了 他们先去了爱迪堡 这家商铺有两个入口 一个直接面对购物中心内部 另一个连着停车场 乔布斯说苹果零售店只能有一个入口 这样能够更好地控制顾客体验 他们一致认为爱迪堡的商铺过于狭长 而最好的情况是让顾客一进来 就能了解店铺的整体布局 在这家购物中心里 没有科技类的店铺 约翰逊将原因解释为 传统观念认为 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 一般租金都比较便宜 当消费者要买计算机这种大件的 又不经常购买的商品时 还是愿意开车去那里 因为那边的租金会便宜些 乔布斯不同意这个说法 他认为苹果零售店 应该开在繁华街区的购物中心里 那种区域客流大 无论租金有多贵 他说 我们不能让顾客驱车10英里 去看我们的产品 而是要在10部之内 尤其是Windows用户 一定要给他们设好埋伏 如果路过这里 他们会出于好奇心走进来 如果我们把店面做得足够吸引人 一旦我们有机会 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产品 我们就赢了 约翰逊认为 商铺的面积 能够体现品牌的重要性 他问道 苹果有盖普那么大牌吗 乔布斯说 比盖普大多了 约翰逊一世说 那苹果零售店 也应该比盖普的大 否则 你就是个无关紧要的牌子 乔布斯向他描述了 麦克马库拉的名言 一家好的公司要学会灌输 他必须竭尽所能 传递它的价值和重要性 从包装到营销 约翰逊很喜欢这个概念 这绝对可以应用到 零售店中 他说 零售店将成为品牌 最强有力的实体表达 约翰逊描述了 自己年轻时第一次踏进 拉尔夫劳伦 开在马哈顿 麦迪逊大道 与七十二街交叉口处的店铺时 所看到的四下镶嵌着木板 如大厦般宏伟的店面 散发着艺术气息 每当我买了一件波洛杉 我都会想起那栋大厦 那是对拉尔夫理念的实体表达 他还说 米奇·德雷克斯勒 对盖普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当你想到盖普品牌时 马上就会联想到他巨大的商铺 洁净的空间 木质地板 白色墙面和整齐碟放的衣物 考察结束之后 他们开车回到公司 坐在会议室里 把玩着公司的产品 产品的数量不多 不足以装满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商店的货架 但这反而是一个优势 他们决定要建立一个 以少为义的商店 简约通透 给人们提供很多适用产品的位置 约翰逊说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苹果产品 他们认为苹果是一个异类 如果你想要转变形象 从异类变成炫酷有趣 那么建造一个能给人们提供 适用空间的商店会很有帮助 商店风格也将沿袭 苹果产品的特点 有趣 简单 时髦 有创意 在时尚与令人生畏之间 拿捏得刚刚好 苹果样板店 当乔布斯说出打造苹果零售店的设想时 董事会成员并未露出喜悦之情 他们提出 结尾计算机在开了交去的零售店之后就走向了衰落 但是乔布斯认为他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苹果零售店将开在地段更昂贵的购物中心里 不过他的分析似乎并没让董事会放心 非同反响和致疯狂的人 可以拿来做不错的广告词 但是董事会却在犹豫 是否该把他们当成公司的战略方针 亚瑟莱文森在2000年 被乔布斯邀请加入董事会 此前他是基因泰克公司的CEO 他回忆说 我当时挠着头想 这点子可真够疯狂的 我们是一家小公司 还比较边缘化 我说 我不敢确定自己会支持这种做法 埃德伍拉德当时也对此表示怀疑 杰威就做过这样的尝试 最后失败了 而戴尔并没开零售店 通过直销也取得了成功 乔布斯没有把董事会的阻挠放在心上 最后一次讨论时 乔布斯已经换掉了董事会中的大部分成员 这一次既是出于个人原因 也是因为不想再和乔布斯玩这种拔河比赛 伍拉德决定辞职 不过在他辞职之前 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开设四家苹果零售店 进行试运营 在董事会里面 倒是有一个人一直都支持乔布斯 他就是盖普的前CEO 米勒德·米基·德雷克斯勒 这个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出生的零售界大亨 在1999年被乔布斯拉进了苹果的董事会 他曾经把死气沉沉的盖普连锁店 变成了美国休闲文化的标志 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的 在设计形象和消费者需求方面 与乔布斯同样成功和精明的人 另外他还强调端到端的控制模式 盖普商店只出售盖普品牌的产品 而且盖普产品几乎只能够在盖普商店里 独家销售 德雷克斯勒说 我不再把产品放进百货商店 因为我必须要控制我自己的产品 从生产制作到最终销售 史蒂夫也是这样的人 我想这也是他把我拉进来的原因 德雷克斯勒给了乔布斯一个建议 在苹果园区附近秘密建立一个模拟商店 按照正式的店面进行装潢布置 然后就在那里讨论 直到有完整的想法 于是约翰逊和乔布斯 就在库比蒂诺租下了一间控制的库房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每周二上午 他们都在那里进行头脑风暴会议 一边在里面来回走动 一边完善他们的零售理念 这个商店的性质和艾夫的设计工作室很相似 都是乔布斯的避风港 乔布斯用他那可视化的方式 通过触摸和观察里面的变化 不断地想出新点子 乔布斯回忆说 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走走 只是随便看看 有时他也会让德雷克斯勒 拉里埃利森 以及其他可以信赖的伙伴过来看看 埃利森说 有很多个周末 只要他没有让我看玩具总动员二里的新场景 他就会让我去库房看模拟商店 他对美学和服务体验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 搞得我不得不和他说 史蒂夫 如果你还要我去看那个商店 我就不去找你了 埃利森的甲骨文公司 当时正在开发手持结账系统软件 这样就不必再设一个现金收银台 每一次拜访 乔布斯都会刺激埃利森 找到简化付款流程的办法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步骤 比如出示信用卡和打印评条 埃利森说 如果你见过苹果零售店和苹果产品 你就会了解到史蒂夫对美学和简约主义的热爱 这种包豪斯设计体系和绝妙的简约主义 从进入商店一直贯穿到付款流程 这意味着对步骤的绝对简化 史蒂夫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他对付款流程的要求 德雷克斯勒看到接近完工的模拟商店之后 提出了一些批评 空间太琐碎了 还不够干净 还有太多让人分心的建筑结构和色彩 他强调 要让顾客一步入这个零售区域 只需看一眼 就了解这里的流程 乔布斯同意他的观点 简约减少分心的因素 是一家商店成功的关键 对于产品来说也是一样 德雷克斯勒说 在那之后 他做了一些修正 并且成功了 他的愿景是 能够完全控制产品的全过程 从设计到销售 2000年10月 就在约翰逊觉得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 他在周二例会前的半夜醒来 头脑中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他们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他们围绕着苹果的主要产品线 把商店分成若干个区域 有PowerMac iMac iBook 和PowerBook 但是乔布斯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的概念 使计算机成为你所有数字生活的中枢 换句话说 你的计算机能够处理相机里的视频和照片 或许有一天也能用作音乐播放器来听歌 或者阅读书和杂志 黎明时分 约翰逊记上心头 商店内部不能只按照公司的四款计算机产品线进行划分 还应该考虑到顾客想做什么 他说 比如 我想可以有一个电影区 在那里 我们可以用几台Mac电脑和PowerBook 运行MV软件 向顾客展示 怎么从摄像机中导入文件并编辑 周二一大早 约翰逊就来到乔布斯的办公室 并陈述了这个临时冒出的 关于重新组建商店格局的新想法 他早就听说过 他的老板经常会口不择言 极力挖苦 但这次 他才算是真正领教了 乔布斯爆发了 你知道这个变化有多大吗 他嚷道 我他妈为这个商店玩命干了六个月 你今天才告诉我 全部都要改 然后他突然安静下来 我累了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从零开始设计一间商店 约翰逊语色 乔布斯也没有再让他开口 在开车去模拟商店的路上 大家已经会合在那里 等着开周二会议 乔布斯告诉约翰逊 一会儿不要跟他或团队的任何成员说话 于是这七分钟的车程里 两人一直保持沉默 当他们抵达时 乔布斯已经把刚才的信息过了一遍 我知道罗恩是对的 他回忆道 乔布斯做了这样一个令约翰逊惊讶的开场牌 罗恩认为我们错了 他觉得我们不应该按照产品来划分区域 而是应该考虑到顾客的活动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你们知道他是对的 他说他们将重新设计布局 即使这样会把首次亮相的时间从原定的一月份再拖延三四个月 我们只能一次成功 乔布斯喜欢向人们讲述他所做的每件漂亮事都曾有过反攻的时候 只要他觉得不够完美时就会重来 那天他对团队也讲了这些故事 他讲到了在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 胡迪这个角色原本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还有麦克的制造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他说 如果你发现有些事做的不对 你不能只是忽略它 然后说以后再处理 这是其他公司的做法 苹果样板店终于在2001年1月完成了改装工作 乔布斯首次邀请董事会前往参观 他先是在白板上向大家讲述了他的设计理念 然后带大家乘面包车前往两英里外的样板店 在了解了乔布斯和约翰逊建好的商店之后 大家一致同意让项目继续进行 董事会认为 苹果零售店将把零售和品牌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也能确保消费者不会把苹果电脑 看成戴尔或康百那样的大众化商品 但大多数外界专家都不看好苹果零售店 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 抱歉史蒂夫 这就是苹果零售店无法成功的原因的文章 其中写道 也许这次乔布斯不再非同反响了 苹果的前首席财务官约瑟夫格拉奇亚诺的话 也被引用到文章中 苹果公司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仍然认为成长的秘诀是 当这个世界已经格外满足于奶酪和脆饼时 他们应该去卖鱼子酱 零售顾问戴维格斯丁也断言道 不出两年 他们就会闭门歇业 并为这个错误付出痛苦而沉重的代价 木材石头钢铁玻璃 2001年5月19日 第一家苹果零售店在弗吉尼亚州的高端购物中心 泰森脚开业了 亮白色的柜台 浅色的木地板 店内还悬挂着一张印有非同反响的巨幅海报 上面是约翰烈农和小野养子坐在床上 那些怀疑论者估计错了 当初 杰威计算机商店每周的平均客流量只有250人左右 截至2004年 苹果零售店每周的平均客流量已经达到了5400人 在这一年 苹果零售店的收入达到12亿美元 并因为突破10亿美元量级而创下了零售业的新记录 每家零售店的销量每隔4分钟 就会由埃利森的软件汇总成电子表格 快速地生成关于如何整合制造 供应和销售渠道的信息 随着零售店越来越受欢迎 乔布斯便开始插手方方面面 李克劳回忆道 零售店刚开业时 在一次营销会议上 乔布斯让我们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决定店内厕所的标识该使用哪一种灰色 波林塞文斯基杰克逊建筑事务所 为店面提供设计方案 但是主要方面 还是由乔布斯做决定 乔布斯尤其关注楼梯的设计 苹果零售店的楼梯 和他以前为Next办公楼设计的楼梯 如出一辙 他每去一个正在兴建的店铺时 都会对楼梯的设计提出改进建议 为此楼梯递交的两项专利申请书上 都把它作为主要发明者 一个专利是采用了透明玻璃踏板 和玻璃混合金属钛的支架 一个专利是采用含有多层玻璃压制而成的 整块承重玻璃系统 1985年 在被苹果驱逐之后 乔布斯去了意大利 佛罗伦萨人行道上的灰蓝色石头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2年乔布斯得出一个结论 浅色的木地板有些平庸 你很难想象 此种担忧会困扰史蒂夫 鲍尔默这样的人 就决定改用那种石头做的地面 一些同事建议他用混凝土 成本是石头的十分之一 而且也可以模仿出石头的颜色和纹路 但是乔布斯坚持必须用真正的石头 灰蓝色的西耶纳沙石 有着清晰的纹理感 来自佛罗伦萨外围 费伦佐拉的一个家庭自营采石厂 艾尔卡森 约翰逊说 我们只从山上采集的石头中 挑选了3% 因为它们必须要有合适的颜色 纹路和纯度 史蒂夫对石头的颜色和完整性非常挑剔 所以佛罗伦萨的设计师千挑万选 再叫人把它们切成尺寸适当的石块 并在每一个石块上面做好标记 以确定哪一块石头和哪一块相邻 约翰逊说 铺在佛罗伦萨人行道上的石头 一定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苹果零售店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天才吧 这是约翰逊和他的团队 用两天外出集思的时间想出来的 他让每个人描述他们享受过的最好的服务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在四季酒店和利兹卡尔顿酒店的一些美好经历 所以约翰逊派出了第一批共五名零售店经理去参加利兹卡尔顿酒店的培训项目 他还想到一个点子 就是建立一个容理宾服务台与吧台特色于一体的服务设施 如果我们在吧台都配上些最聪明的麦克专家 你看怎么样 约翰逊对乔布斯说 我们可以叫他天才吧 乔布斯觉得这个点子太离谱了 而且还反对这个名字 他说 你不能叫他们天才 他们是极客 他们没有那种交际能力来贯彻天才吧的宗旨 约翰逊也不知所措了 但是第二天 他碰巧遇到苹果公司的法律总顾问 对方告诉他 对了 史蒂夫刚才让我去给天才吧这个名字注册商标 苹果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零售店 在2006年开业 这一家新开张的店 把乔布斯的很多创意激情集结到了一起 立方体 标志性的楼梯 玻璃 以及极致的简约主义 约翰逊说 这是真正的乔布斯店 每天营业24小时 全年无休 开业第一年的客流量 就达到平均每周五万人 还记得 结尾的客流量吗 平均每周二百五十人 这也证明了乔布斯 选指在繁华地段的策略是正确的 乔布斯在2010年自豪地说 这家店每平方英尺带来的平均收入 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店都多 而且总收入也比纽约的任何一家店 包括萨克斯百货和布鲁明代尔百货要多 这是实实在在的美元 还不仅仅是每平方英尺的平均收入 乔布斯还把产品发布会上的那种戏剧性的手法 用到了零售店的开业典礼上 人们开始奔走于各个开业典礼 并且整夜在门外排队 就是为了能成为首批进店的人 盖瑞·艾伦为苹果零售店的狂热拥护者们 开设了一个网站 他说 在我十四岁儿子的建议下 我在帕洛奥图第一次熬夜排队 这成了当时一项有趣的社会活动 我们熬过好几次夜 还有五次在其他国家 我们还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 2011年7月 在第一批苹果零售店开业十年之后 全世界已经有326家苹果零售店 最大的店在伦敦的科分园 最高的店在东京的银座 每家店的年平均收入是3400万美元 2010财年的净销售总额是98亿美元 但是零售店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这些 零售店为苹果公司贡献的收入仅占15% 但他们在制造话题和提高品牌认知度这方面 做出了间接的贡献 提升了整个公司的业务 2011年 即使在与癌症作斗争时 乔布斯也仍然在花时间设想未来的店铺规划 比如他想在纽约中央车站建一个这样的店铺 一天下午他向我展示了一张第五大道店的照片 他指着两边各18块玻璃的外墙对我说 这是当时流行的玻璃技术 但我们必须自己制造高压玻璃拖泡器 然后他拿出一张图纸 上面的18块玻璃已经变成了四大块巨大的玻璃 他说这是他下一步要做的 这是对美学与技术结合的又一次挑战 他说用现在的技术我们不得不让这个立方体外形矮英尺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 所以我们必须在中国造一些新的玻璃拖泡机 罗恩约翰逊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认为18块玻璃比4块玻璃要好看些 他说这些店铺的外观比例刚好和通用汽车大楼的柱廊协调一致 他像一个珠宝盒那样一一发光 我认为如果玻璃的透明度太高也会成为一个错误 他为此和乔布斯争辩 但没有用 约翰逊还说一旦技术有了新突破 他就要利用起来 而且对史蒂夫来说少永远意味着多 越简单越好 所以最好就是能用更少的元素搭建起一个玻璃屋 不但更加简约 而且是站在技术的前沿 这就是史蒂夫最喜欢做的 无论是对于他的产品还是他的零售店 这就是史蒂夫最好的 这就是史蒂夫最喜欢的 这就是史蒂夫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 这就是史蒂夫最喜欢的